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疆地区基本上算是稳定下来 再加上康熙帝的雄才大略 大清帝国在他的治理下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帝国 所以新疆的乡绅贵族一直老老实实的 也不敢有什么动作 但是由于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导致了清朝错过了工业革命 地位渐渐地被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赶上 鸦片战争直到1840年 一直都自以为是的天朝上国被英国的大炮轰开了国门 神秘的东方从此不再神秘 传承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终于看见了夕阳的光辉 在此之后 列强在大清横行霸道 大清对百姓横征暴敛 百姓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1851年 一个叫洪秀泉的农民受不了了 揭杆起义 然后数万农民也纷纷跟随他起义 形势愈演愈烈 最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虽然大清已经腐朽不堪 但是如果举国之力的话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 这就给了新疆的反叛势力可乘之机 前一百多年打不过 老老实实就算了 现在你大清这个鸟样 这个时候不造反 什么时候造反 1864年 新疆诸多首领觉得自己翅膀硬了 不约而同先后叛乱 图鲁番 喀什 和田等城市 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政权 其中占据喀什的斯迪克 在攻打舒勒城市 吃了大亏之后 就去找到了浩瀚汉国打的帮助浩瀚汉国 觉得有利可图 就派阿古百率领军队前来帮助斯迪克 但是阿古百来了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行了 就把斯迪克赶走了 占领了喀什 阿古百1867年 浩瀚汉国被俄国灭了 跑出来的七千多人加入了阿古百 这一下子阿古百在南疆彻底站起来了 在统一南疆之后 他建立了洪福汉国 英俄看见了 感觉可利用阿古百帮助自己殖民新疆 都纷纷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阿古百看见把大清揍得不敢还手的鹰鹅都站在自己这边 觉得没有什么很好怕的了 在新疆作威作福 屠杀无辜百姓数万 新疆此刻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新疆二 海防还是陆防 左宗棠立牌正义 在新疆叛乱出奇 清政府忙着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没工夫搭理这边 等到好不容易把太平天国运动给镇压下去 回过头一看 新疆那边又出了这么大的事 按道理说 出了叛乱就该镇压 但是此时东部沿海 又面临着虎视眈眈的英法等列强 那边的的小日本也不老实 而大清早就不是那个所谓的天朝上国 各种不平等条约都快要把大清的底库赔光了 虽然洋务运动挣了点钱 但是要以此支撑海防和陆防 还是远远不够的 更别提还有一个败家 不对 败国的慈禧 慈禧所以 海防和陆防只能选一个 围绕着这个问题 朝廷里的大臣都快吵翻了天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主张海防 这批大臣占据了朝廷里的绝大多数 而以左宗堂为首的陆防派 则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但是左宗堂深知陆防的重要性 要远远大于海防 如若新疆一师 则西北威易 西北威 京师则乱 这是风雨飘摇的大清所 万万不能承受的 李鸿章而列强 此时没有能力吃下整个中国 只能蚕食瓜分 也就是说解决了新疆问题 大清还是有时间为所发育的 但是没人理他 好在败国的慈禧 不仅想着享受 还想着流芳千古 而他也是大清真正的掌控者 左宗堂找到了慈禧 向他说明了厉害 如果新疆不发一兵一卒而丢失 那就是史书上的污点 而同意镇压新疆叛乱 成了是慈禧的功劳 不成则有左宗堂承担权责 慈禧想了想 觉得是这么个礼 就批准了 这一下任凭海防派有几个胆 也不敢再放一个屁 就在左宗堂愁愁满志 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慈禧却告诉他 户部没钱 军费自己去酬 左宗堂三排除万难 左宗堂收复新疆 俘虏一个不留要知道打仗时 军饷 粮草 武器 马匹等等 缺了哪一个仗还能打下去 而哪一个不是白花花的银子 所以没钱你打个鸡毛仗 好在左宗堂此举是评判 户部到底还是给了他两百万两银子 但是左宗堂合计一下 还缺八百万两 这么多钱去哪里弄呢 这可难不倒左宗堂 他找到慈禧 请求让各省承担军费 慈禧想了想 反正又不用自己掏钱 就同意了 后来数了数 各省交上来的 发现还差五百万两 最后商人胡雪岩 帮助左宗堂解决了此事 胡雪岩大清原来是有钱的 那这些钱去哪里了呢 后来 胡雪岩凭借着自己多年积攒的人脉 找到了英国老借款 解决了左宗堂的剩下的白银问题 但是矛盾的是 英国人不是也插手新疆了吗 为什么还要把钱借给左宗堂 很简单 英国看不惯俄国在新疆搞事 既然你搞了 那我也搞 而现在左宗堂借钱 就是把英国的利益 暂时与清朝绑在一起 对英国赚钱有益 自然就借给左宗堂了 现在万事俱备 东风也吹来了 左宗堂正式出兵新疆 建制阿古百 战斗是意图为了这次评判 左宗堂在一年前就开始训练部队 在经过训练后 士兵各个一一当时 再加上左宗堂极高的军事素养 战斗一开始 阿古百就开始溃败 在收复乌鲁木齐后 整个北疆的局面一下被打开 在此之后 昌吉城和马纳斯城都很快被清军收复 仅仅数月 北陆叛军全军覆灭 1887年4月 清军兵分三路攻打板 托克逊 吐鲁番 26日 三城被清军拿下 这时阿古百觉得气数已尽 服毒身亡了 只有他的儿子伯克胡里 率领着两千残军逃出来了 收复新疆按道理说 这点残军够不成太大的威胁了 但是 左宗堂却下令斩尽杀绝 不接受投降 杀掉所有生服 其实 左宗堂这么做也是无可奈何 首先必须确保 新疆绝对和平 大清已经经不起第二次折腾了 其次 阿古百的背后 有着外国势力的撑腰 这是最主要的 斩尽杀绝 是做给阴俄看的 更是给别有用心的 新疆小势力看的 如果不狠一点 以现在大清的统治力 难免会再发生一点什么 要不是左宗堂 估计现在新疆 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了 新疆壮美河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